那么如果巫统真的要推这个副议长人选的话 应该要推其他他们想要培训的这些年轻的领袖 而不是这个阿玛马斯兰 所以这是我对巫统提出的这个副议长人选的莫名其妙 我真的是有点有点不明白 巫统议员阿沙利纳留下的副议长职位有待填补 而朝野阵营中哪位议员将成功出任 仍是未知数 不过对于政府提名的人选阿莫马斯兰 时事评论员蓝志峰就表示不认同 巫统是推举阿沙利纳为下议院议长 但是被这个副议长给驳回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无望 那么现在无望之后 巫统就把他的这个目标降至副议长 那么副议长现在我所知道的 就有两个人去整一个空缺 整阿沙利纳留下来的空缺 一个就是行动党的尼克敏 他也是西蒙时代的副议长 另外一个就是巫统的总秘书 就是阿曼马斯兰 那么在这个副议长方面呢 我坦白讲我就觉得说 不太符合阿曼马斯兰的这个身为党总秘书第三把交易 因为对一名总秘书来说 你把他放在副议长 感觉好像不太恰当 他应该要扮演更重要的这个角色 那么他担任副议长的话 有一点像以前苏努空做的这个毕马温 就是闲职在那边 因为我们国会一年才开会不到60天 那么你这个副议长还要跟另外一个副议长 就是Rashid来一起分 所以他没有太大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意义 除了有一间办公室 然后有一个 就只有这些纸线而已 那么如果巫统真的要推这个副议长人选的话 应该要推其他他们想要培训的这些年轻的领袖 而不是这个阿曼马斯兰 所以这是我对巫统提出的这个副议长人选的莫名其妙 我真的是有点有点不明白 但是西蒙的这个人选的其实是完全没有争议 因为尼可敏之前也主持过 所以他肯定胜任有余 其实我更加想选的是议长 更加想发生的是现任的议长 选空下台 然后选这个议长 因为呢 阿曼马斯兰在议会民主 他在activist的年代 他做这个活跃人士的时候 相当庆幸的 但是当了国盟的这个议长之后呢 太过维护了这个行政的这个弊板 因为国会三权分立嘛 国会是这个立法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背板 而如果立法院的这个院长呢 我们的下议院的院长呢 他为行政的这个首相去背书的话呢 为整个这个内阁去背书的话呢 那么恐怕这个有事这个议会 议会上议长要保持那个中立的那一个高度 所以呢 在说这个副议长之前呢 我更加认为说 应该 我更希望的看到的是 副议长Rashid 不要用任何的技术理由 拨回 要更换议长的这个动议 因为我们身份议员 我们有权利 换我们的那个平台的主持人 对不对 议长呢 这个才是关键 那么我倒想知道 如果真的议长全空 那么Rashid 相当肯定是 博盟慕尤丁 属役的人 那么这个Rashid 也很可能是巫统属役的人 他也很可能赢得西蒙的一些支持 所以到最后他投票出来的结果是如何呢 那才精彩 反正副议长呢 我不懂是不是 是巫统和这个国盟 他们有一些 这个 交易啊 所以 从议长的名字 慢慢讲讲 从议长的名字 讲到副议长的名字 变成阿玛玛珊 那么 这个拭目以待 如果君儿问我怎么投 当然嘛 议会 议员 在议会上 跟党边行事吗 怎么投就一定是跟党边行事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没有 对不对 会上1 Use 1 低する意味料 cod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